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加瑟加等大编的彭大导演 这么看来这部电影肯定是这样 一 二 三 哇 怪兽哥斯拉 看来这还是一部有怪兽的科幻剧制啊 我突然对这部影片充满了期待 呃 宅女 侦探 桂香 这是什么鬼算 毕竟我是冲着男女主角 不 男女主角来的 第一个进组的是王洛丹 先来和女神合个影吧 丹丹主子在冰屋饰演的生命女侦探 三岁作文 七岁破案 从小为警察叔叔破获了无数大的专业素质过硬 不信你看这风衣 这帽子 还有这一脸的雀斑 啊 雀斑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会有雀斑 我印象中的单单不应该是这样 这样 还有这样的吗 嘘 八条好死 鬼枪其实是警局的外挂 但案子破不了时就开挂 今天警局就发现一具无头碎尸 什么 警方仅花了三秒就查出死者身份 分明是开挂 嗯 这是谁的假 这又是谁 来之前就已经听说这个角色智商高情商低 可是导演 这些反差太大了嘛 你确定这是同一角色吗 这点不要搏哈 咦 哪里来的帅哥味道 再看这高大伟岸的背影 绝对是为男神 啊 是宰宰忠于明 男神 我要跟你合体 不 我要跟你合影 还看还看 蛋蛋你就不能淡定点嘛 哎 你圈才女侦探也难过帅哥这一关了 明明可以靠脸 吃饭 偏偏要靠演技 别动 跳 我可惜于宰宰有一种英雄相惜的感觉 我决定利用自己强大的人脉 将下一届影帝内定为宰宰了 男神 加油 正所谓同行见面分外眼红 一场私逼大战即将拉开虚目 又来了 要死了 要死了 嗯 这是哪里 说好的私逼大战呢 难道是要在酒店大堂死 油屁味 这间仔仔认真的对前台说 我要最大的房间 最大的 前台好无奈的说道 导演只订了一间最小的房间 房费还没付 等等 你们这是要干嘛 单单你这猥琐的表情就是怎么回事 这剧情发展得也太快了吧 马上要上演动作大片了嘛 好想看 想想还是先藏起来回家看 另一边 片中的另一位男神 任达华也到片场 不惠是影帝 一到片场 马上就投入到了紧张的工作中 嗯 好像哪里不对 导演是叫你来演戏的 不是让你来抢摄影师饭碗的 为了尽快适应剧组的节奏 任达华与适合第一个进组的王洛丹 聊起了玄幻的性格 这做就是你这个样子 可能这个改是吗 就是特别小 终于可以认真拍戏了 华哥今天有一场非常重要的吃饭戏份 剧组为此包下了整座酒店 菜市点菜 会上什么样的美食呢 我去哪里给你弄人肉啊 经过一番观察 我总结出来 片场只有宰宰和导演 是在认真的拍戏 王洛丹和任大华完全是来逗逼的 啊 宰宰 导演 你们怎么也跟着淡淡堕落 你还没拍完呢 不提他们了 剧组大部分同志还是积极向上的 无论在雨中 在烈日下 在深夜里 大家都在努力地拍摄 现在几点了 现在才三点 好冷 谁要乱看 觉得跟剧组累吗 不累 不会累啊 不会啊 喜欢事情做起来都不会累 正是有了全体人员的努力 才让一个个像桂香这样有趣的角色 带给观众快乐与感动 倒数一个小时啊 我们即将杀气了 贵香 加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